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是基本保持了原地不变 而且应该准确的说是非常幸运的 有了过去几周以来难得一见的二连涨 虽然涨幅仅仅只有百分之可怜的0.1% 但最终咱们说苍蝇肉它也是肉 能涨就非常不错了 那中国呢 昨天咱们要说一个事 就是呢 昨天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昨天是大幅上涨了 大约是700点左右 那兑换美元呢 从过去的6.81 直接是上涨到了6.74左右 那么昨天也是中国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天开盘 上证指数呢 也非常给脸 也是上涨了大约0.2% 目前在3110点之上 来回徘徊 那除此之外呢 在欧洲和美国方面也是第二天连续出现了回调 现在亚洲盘和欧美盘啊 几乎是完全相反 一边是涨 一边是跌 非常奇怪 欧美昨天呢 均有下跌 幅度虽然不大 统一 大家都是在0.1%至0.2%左右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呢 这个黄金价格目前是第一次冲击1270失利之后 现在是回调至1265附近 但石油价格呢 则再一次下跌超过了2.7% 目前是收在48.3美元一桶 那么今天咱们热门话题 着重就来说一下 昨天人民币大涨这件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昨天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是在短时间之内突然上涨 这幅度有多大呢 大约有六七百点的幅度 准确的说 就是从6.8182左右呢 上涨到了6.75 一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可以说这对于一个货币来说 是非常大的单日涨幅 特别是在一天之内涨那么快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现在来看啊 很多分析师也好啊 这个评论家也好 都在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目前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为什么昨天人民币会大涨 我们来总结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一些流行的观点 第一是说到呢 目前中资银行在大量的抛售美元 第二说到呢 当这个就是各地的券商也好 大户也好 就是高净值的散户也好 也在纷纷的抛售美元 第三点是说到呢 这个现在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隔夜利息成本 现在是一度飙升 那我个人是觉得第一点和第二点呢 相对来说可信度不高 毕竟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昨天涨是在统一时间短时间之内一下子猛的涨上去 你说这要是没有经过开会决定啊 这个 券商银行和个人能够统一时间啊 在一个时间内统一下单 这个似乎有点悬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 但是我们可以从第三点原因中看出一些端倪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在香港交易的离岸人民币 在昨天隔夜利息飙升至高达百分之二十 这个情况呢 在前几年曾经也出现过 当时为了这个挽救人民币的时候 每一次当人民币下跌不止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把香港这个离岸人民币交易池里面的水抽干 让你没有办法做空 因为你做空 这个年化利率一天是百分之二十 你做空一个亿的人民币每一天需要付出 五万美元的成本 这谁受得了啊 自然这就可以吓跑很多人 所以说这次在我看来呢 也是通过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干 让这个本身是双向交易呢 变成一个只买不卖的市场 这样一来的话呢 人民币自然就会非常大的上涨 当然了 我这个呢 其实说白了也是一种推测 是可能性可能比较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官方的这个确信的定论 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人民币昨天一个大涨之后会不会也回到三年前6.2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 简单的话简单的回答就是不太可能啊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国家的汇率啊 总体的走势基本上是和它的经济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呢 货币走势就会比较强劲 那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啊 就会因为要需要把经济恢复 而会大量的刺激经济 比如说印钱啊 降息啊 加税啊 啊等等这种方式都是各种刺激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呢 这些方法都会使这个国家的货币产生贬值 所以说这个经济好 货币就好 经济不好 货币呢 就会差啊 这个呢是一个正比例关系 目前我们知道现在最世界的经济最好的 比如说是像美国啊 像欧洲正在恢复 日本走势也不错 这几个国家的货币走势我们具体的情况也都看得到 所以说你要说人民币在目前经济在放缓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它还能上涨 这个呢是违反了长期的一个规律 你说短期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啊 昨天的暴涨 以及呢 今天到现在为止的连涨300点 又涨了300点 这个呢 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上涨 从长期来看 在目前中国经济GDP下滑 没有改变之前 在目前中国的银行啊 以这个刺激为主 以宽松为主的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之前 那么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呢 不会啊 这个出现 接近 反而呢 会越拉越大 这是中长期的走势 所以今天的热门话题呢 咱们也来说一下美元和人民币的走势啊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过去30天啊 美元和人民币的一个走势 因为美元在前啊 所以着这个下跌也意味着美元在下挫 人民币在上涨 所以是反过来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昨天开始 或者说呢 准确的说在5月 大约是10号左右 当时美元对人民币曾经还去过6.92 啊 而现在呢 今天的最低价曾经呢 啊 已经到了6.72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人民币呢 是暴涨了2000个点 这种情况我想呢 啊 对于现在两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和货币政策 是截然相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很很让人啊 百思而不得其解 或者准确的说 目前人民币的上涨 是在消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的条件下 才能达到 而这样的行为 在我看来是注定不可能长期保持 所以呢 关于这个人民币啊 咱们现在可以重点关注 什么重点关注呢 就是由于现在一下子拔得太高 啊 所以他长期来说 经济在没有恢复之前 货币政策 在没有回归正常之前 人民币很有可能会再一次下跌 也就是从图上来看呢 就是美元上涨 啊 所以咱们从今天开始 可以重点关注美元对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盘 这个呢 在高汇的这个 呃 交易产品中 在少 稀有外汇的货币队中 大家可以找到 啊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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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